一名男子騎著機車肩上還帶著一隻鸚鵡 被警方攔茶 但男子渾身酒氣走路時 還有點搖搖晃晃 正當要被實施酒測時 身上的鸚鵡突然啄了圓警的手 男子嚇得趕緊道歉 而被問到有沒有喝酒 男子也坦承半小時前有喝一點點 來聽一段警方說法 今天一名男子騎乘普中機車 違規駕駛在人行道上 圓警見狀後立即上前於攔茶 攔茶過程 圓警發現區身上散發酒氣 事發在二十九號凌晨三點多 這名周姓男子在家喝完酒 進騎著機車載著寵物鸚鵡出門買宵夜 疑似因為貪圖方便騎上人行道 被圓警發現酒駕情勢因此鋪了光 男子眼見自己的酒測值 超過法定標準 當下還不斷求情 希望圓警可以網開一面 但喝酒上路就是不對 自製要被帶回警局 男子也趕緊通知家人 把寶貝鸚鵡帶回家照顧 獨自為違規行為付出代價